他睡著了 他就中午睡 除了睡覺還會玩手機 這位哥哥一直玩 看都不看部體溫探測器 他們全部都是食環處外聘的體溫量度員 負責在街市把關 擔起防疫抗疫重任 食環處在今年1月 增併超過700個外判職位 屬臨時職位時薪超過40元 不限學歷 估計每月花費超過1000萬元公帑 政府原意是防疫之餘 還可以幫助受疫情影響而失業的人 記者連日視察全港多個街市 發現很多梁溫員沒有好好把關 這個梁溫員拿著溫槍 有人入街市都沒有反應 他雖然有用溫槍 但看都沒有看過溫槍一眼 有街市就擺空城計 不見有梁溫員把手 這個街市有多個側門 同樣沒有人看守 市民可以自出自入 這個第一道防線 我覺得作為一個提醒也是一個好處 雖然它的成效的確未必這麼大 但既然都已經在處 有一個人去發燒 自己不知道 或者知道自己不舒服發燒 我們就算是迷生病 他也有機會入床 全病 應該盡快看醫生 不要在外面走 其實我真的見得到 街市有這樣的情況 原先是想幫助他們 如果他們在這裏 都不是盡忠職守 那都沒有用 可能有其他崗位 更加需要人用的話 政府應該都考慮了 工作態度 佛在太差那些 政府都需要考慮怎麼處理 始終等著這個工作給人很多 食環署發言人說 一直關注承辦商工作表現 會採取相應的懲罰措施 包括發出口頭警告 書面警告和失窄通知書 至今處方已經發出超過190張 失窄通知書 會繼續密切監察各承辦商的服務表現 動望記者藍豪傑報導 師議員 小莫要到 ит你 找人的小交往 從心潰通知書 施機